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腿脚累都还好 但是头疼啊 然后眼花缭乱那种感觉 是没办法控制的 不想回家了 想要躺在舒服的床上 吹冷气 然后追剧 然后吃东西 我现在觉得 要我拍戏超时四五个小时 我也愿意啊 又动招了 那那你有没有好一点 还好 微微想吐 那你了 你们先走吧 那你 我吵不上气 怎么了 我陪你吧 我不行了 我吐了雨 想不想吐 你想吐 我当然就好 那高反很严重了 如果想吐的话 缓一缓吧 有没有氧气瓶啊 我帮他 我帮你给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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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你别那么客气 真的 别别别 我差不多好了 我差不多好了 你不要想吐 你就吐吧 别开一点 别开一点 空气 空气 那时候我真的非常难受 我感觉我自己要晕过去了 大概眼睛前面的景象 是基本完成于皇宫 然后再重点 我真的很难受 尤其是看水的时候 我能不能一个个慢慢挪过去 我害怕这个 但是水有折射和波动 对我来说 那是一个重叠的画面 因为我眼底大出血 已经很久了 就是红膜出血 医学上认定的势力化 基本上是失明状态 最开始我还不知道 他的眼睛是有问题的 然后有一只眼睛 几乎就是看不见东西 但是路上的时候 他还是坚持自己走 把他背个包啊什么的 他都不会说轻易 把包拿给你背 缓一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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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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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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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了 走吧 盖子给我吧 来 我来帮你背吧 不要 没事 缓一缓 你喝点水 再喝点水 没事 没事 你要不要带我这个帽子 没事 没事 我对玉米非常的敬佩 它不会有很多怨言 然后它尽力地去完成 就是每一段路 这是我 可能是从它进酒店门那一刻 是一个慌慌忙忙的很狼狈的样子 我们来了 你好 我是一个状况特别多的 重度晚年之身超龄美少女 那一刻我是没想到它其实在山上 徒步的时候是可以这么有毅力的 其实我状况真的挺多的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我的全身上的装备都是大家贡献的 然后我再去说一些什么苦衷理由 我就觉得有点矫情 你先回家门西行去吧 好 没事 你别客气真的 我记得要是 没事我真没事 你难得 真是 好 走